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到了第三周的第四天 那我们今天要来画的图形呢 是跟第一天的AntiDots有一点点像的图 但是它们绕的圈法不一样 就是手法比较不一样 这个图形呢叫做Hamsix 就是火腿有六个 H-A-M-S-I-X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它的名字的时候 我想说这不是分开来可以叫火腿有六个吗 蛮可爱的一个名字 那它画出来的样貌呢也会是像一朵花一样 但是跟我们这个礼拜第一天练习的AntiDots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一个不一样感觉的花 也跟Belly的花的感觉 它们走的方式是一样的 但是呈现出来的样貌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会需要的呢 就是我们的针笔 那铅笔跟推纸笔则是搭 在画完之后可以决定需不需要 因为这个是最后要制作阴影的 如果你觉得没有需要做阴影的话呢 那铅笔跟推纸笔就不需要使用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吧 首先呢拿出我们的针笔 今天我们并不需要做边框 那我们就是抓差不多是在图案 而纸砖的正中间的地方 我们就看你要画几片 这边的一开始跟第一天的antiducts一样 是先画水滴出来 那我今天也想 我今天想要跟那个antiducts一样是画 就是三的倍数 我要画六半 不知道这样画的画不出六半 我今天画的比较圆 好画四半好了 想象花就是这么的随性 好我今天画一个四半的花 好我们的花瓣画好喽 那antiducts是从里面在堆叠两层嘛 hamsix不一样 hamsix是开始在从外面开始绕圈圈 那怎么让呢 跟belly非常的像 可是不是绕一样的 而是我们会在它的后面画一个 长大一点点的 的花瓣 那么就完成了第一圈 它有点像是如果我看 现在看这一片花瓣的话 它的光从斜角打上去 它背后会在场上出现的影子 会比它稍微大一点嘛 那每一片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 那我们一画的落笔点呢 会是在你的前一片花瓣 它接近中央的位置 然后就是顺顺的过去 那像我刚刚的前面的这一半 我有点就是弯有点进去 那会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看你是喜欢就是圆弧式 有点像是第一条线的弧线延伸出去 还是你想要让它是我就是比你大一片 所以呢我的到了你的后面的时候 我这里刚好就是我下去要缩进来的地方 就是看你们大家自己喜欢哪一种的画的方式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完成这幅画 那我们下回做什么 我 Tw ras 你再一次遇见 我看到了 我现在在这个小时 我给你一些人无聊 那我们忘买了 我让我拿一遍 我让你拿一个小时 我拿一遍 我把小时 好 那我们大概画到这边之后 就会发现说 你的那个曲线连接回来的会越来越远 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大概画到这个边线之后 我们就不用刻意的去往内缩 就是想要回到中心 我们可以就是开始沿着边框慢慢慢慢的去扩展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就会接到这个地方了 我就没有再接回去中心的地方 然后画到开始往那个 你原来的水滴外面扩展的时候啊 你其实每一次顺进来 你就可以接到前一个的边线上面 它其实就会有点上下交叠两层的感觉了 这边就是在接到前一个的边线 接近边线的地方 然后下一个也是 边线的地方 这样子会有一种线条再继续延伸的感觉 就会有点多的地方 这边线上有点多的地方 就会有点多的地方 在这边的地方 就会有点多的地方 就会有点多的地方 对面线的地方 好 那我们的HEM6到这边就画完了 它其实有点像是如果我们是拿一叠那个把它钻然后把它转开转成那种S型的塔的那个感觉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是用花瓣啊或是你觉得它是水滴啊 去做是用自己画的方式去做出这个感觉 那接下来的话呢如果要加阴影的话要怎么加呢 因为我们其实所有的线条都是沿着这个做一个在做绕圈圈的 它其实像是曲线版的paradox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你的边线就是沿着你的这个转的方向 那接近中间的地方呢可以稍微画的粗一点点 因为你中间绕的比较多那你的外边就可以 所以细致一点少一点铅笔的印子 好那我们的HEM6就画完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展开来很好的 很漂亮的它有点像是我们把影子实际的实体线条画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4天的练习HEM6的图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很快的明天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了 大家期待明天的练习吗 那记得要先把今天的练习做完 我们期待明天的哦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